那只380,觀眾說 廣線有沒有機會上380呢? 如果上380呢 我覺得機會未必那麼大 因為 當然了,你說不是的 其實早上兩個星期就渡過了 四個水也渡過了 我覺得四個水其實是誇張了一些的 廣交所其實都是一個廣告報告 那你見到其實這幾天成交跌了 第二,過了六月底之後 其實新股的浪潮又少了 那你如果新股又少了 成交又少了 而短線又似乎對於其他互聯互通的 憧憬又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那它又很難大升 那我反過來說 如果你問我的話 第一個阻力其實是370元 你要補了一個小裂口 才會上到380元 所以不敢說不行 其實只是20多元 用三百多元的基數去計算 不是很多 那但是似乎對於港股 是不是真的爭得住207 還是會再下跌 如果港股下跌的話 你都很難對於港交所寄予後望 第二 如果再保持著800億 900億的話 其實350元它都不是便宜的 我們計算的方法很簡單 至少要1200億左右 其實港交所說 用過去的分析 1200億的成交 撇除一些對未來的憧憬 就是大量中概股會回流 不要計算這幾億的話 其實都是320-350元而已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 已經是反映著超過1200億成交的水平 事實上我們現在這幾天是沒有的 所以你問我不是不行 不過我覺得380短期難少少